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龙 李连杰三位武打巨星幸运地结识了伯乐 但此伯乐除了独具慧眼看中了他们的才华之外 对他们可谓是百般坑害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著名导演罗维的故事 看他是如何绝处逢生 又是如何以身作则最后教会儿子坑害自己的 罗维出生于1918年 由于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年代 所以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30岁时他独自前往香港打拼 那时的香港影视剧正在崛起 内地过来的一人变成了经验丰富的佼佼者 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 成为了主演 还有很多转型成了导演 罗维自然也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 在拍了几部没什么水花的电影之后 他顺势进入导演行业并加盟了邵士 邵氏当年在香港可谓一家独大 拥有众多演员 还将自己的戏剧输出到了海外 那时港片还以戏剧为主 但方言成了向外输出的最大障碍 之后邵氏又快人一步 开发出了功夫片 用简单粗暴的暴力美学代替台词的表达 这些功夫片掀起了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高潮 也是第一批输入到美国的电影 当时邵氏的当家导演是张彻 算得上是香港功夫片的鼻祖 而他培养的男一号王宇 便是在李小龙之前片中最高的男星 罗维受邵氏影响 也开始拍摄武打片 但是邵氏已经有了张彻 他很难出头 再加上邵氏的薪资非常苛刻 导演也只能按照功识记心 并没有分红之说 所以他空有一身报复 却不能施展 不过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他的 恰好这时邵氏发生内部变动 创始人之一的邹文怀 与掌门人邵逸夫发生了矛盾 选择出走 并创立了佳合电影公司 罗维眼看在邵氏没有出路 便也离开了邵氏转投佳合 佳合的管理模式更加先进 给予了导演更多空间 不仅允许子公司的成立 电影也采用独立制片人的方式 上映之后根据票房进行分红 在新模式下 导演全都干劲十足 而这时 佳合又得到了另一员大将 李小龙 其实最初接触李小龙的人 是邵逸夫 他看中李小龙一身好功夫 想签约对方成为邵氏的男主角 但李小龙心高气傲 开出了一部片 一万美元的超高片酬 还提出要拥有剧本的决定权 和拍摄指导权 邵逸夫直接拒绝了 李小龙狂妄的要求 但邹文怀马上接了过来 他同样想找李小龙拍片 经过反复协商 最终以1.5万美元两部电影的片酬 签下了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的片酬太高 导致他的第一部电影 唐山大凶预算很低 甚至把整个剧组拉到泰国去拍摄 而这部电影最初的导演吴家湘 也因为没有拍摄武侠片的经验 拍摄到一半便无从下手 撂了挑子 罗维这才半路接手 有了他和李小龙的第一次合作 唐山大凶最终票房超过300万 打破了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也让罗维和李小龙名声大噪 李小龙从一个不知名的演员 一跃成为华神的骄傲 而罗维则自诩为李小龙的恩师 也得到了许多关注 看到两人的合作如此成功 公司趁舍打铁 让他们又合作了金武门 再次创下了不可超越的经典 电影中李小龙一脚踢碎 东亚病夫牌匾的镜头 传世至今 罗维和李小龙看似是黄金组合 但两人实际上却矛盾不断 佳和在给予导演很大自由度的同时 也给予了演员很大空间 尤其是邹文怀亲自承诺了李小龙 可以让他成立自己的公司 所以在片场 李小龙总是带着自己的团队 亲自设计动作和镜头 甚至会干涉电影的剪辑和机位 但他对电影的精益求精 无疑是触碰了导演的权威 罗维曾多次在片场和李小龙大吵 李小龙情节之下 甚至用器具威胁罗维 而这也就成了曾经轰动 整个香港的李罗欧斗事件 此后互相成就的两人 也再没有合作 罗维转头找王宇拍上了冷面虎 虽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对比李小龙的成就 可谓是小屋见大屋 其自导自演的猛龙过江 超越前作 跳坊口碑双丰收 不过就在李小龙成为时代的偶像时 他却意外身亡 令世界划闪 这时曾经的恩师罗维站出来 想利用李小龙的人气吸引眼球 但观众也不是傻子 他的那些胡言乱语 最终还是没有引起观众的兴趣 李小龙的突然离世 让功夫片出现了巨大的空白 而眼光极好的罗维 想起了曾经在唐山大兄里 做武术指导的成龙 那时成龙的名字还叫陈岗生 是洪家班的一员 在香港电影里太难出头 做武术指导又非常危险 因此备受打击的他 准备回澳大利亚做厨师 但罗维却眼光超然 将他收入归下 并取名为成龙 不过成龙并没有如同预想般一名精神 当时罗维要求成龙模仿李小龙 打出拳拳道肉 一腿踢断骨头的压迫感 但李小龙是从小练出来的真功夫 而成龙不过是在戏剧学校 学习的表演功夫 他不可能打出李小龙一样的硬派功夫 看到这条路走不通 罗维又想到了古龙的武侠片 想要靠武侠片打出一番天下 古龙向来爱喝酒 他便带着成龙去找古龙吃饭 还提前交代好成龙 一定要把古龙灌醉 这样才有可能拿下男主角 可惜是酒如命的古龙 谦卑不醉 反倒是成龙喝得醉一朦胧 他强打精神 去卫生间呕吐 想吐完回来继续陪古龙喝酒 结果他在门口却听到古龙对罗维说 我的小说不是写成龙这样的人 我的男主要是狄龙那样的帅哥 后来即便是罗维帮他争取到了反派角色 但这部电影依旧没有给他带来知名度 直到吴思远导演向罗维借走了成龙 拍摄了最全蛇行雕首两部功夫喜剧 他才开始爆火 摆脱了罗维的束缚 成龙开始亲自设计动作 将功夫融入喜剧成分 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 两部电影之后 他成为了电影界燃燃生起的新星 片酬也水涨船高 他在外面的片酬已经开到了几百万 但罗维仍旧只发他几千块的工资 这时家和开出高价 邀请成龙加盟 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罗维知道了老东叫蛙神的消息 他找来成龙提出给他提高片酬 将几千元提高到了几万元 但如果违约 需要支付十万元的违约金 商谈好之后 他并没有拟合同 而事先让成龙签一个空白协议 说回头补好之后再给他 成龙没有多想便签了字 此时家和见成龙不为所动 便将合约翻倍 片酬高达了百万 算得上是当时香港影星的顶心 成龙终于心动了 然而就在他走出家和之后 罗维将他告上了法庭 而且将合约的违约金 从说好的十万变成了千万 这让成龙彻底傻了眼 他没想到 自己的恩师竟然会如此算计自己 千万的违约金 自己根本承担不起 而且不管是家和 还是其他电影公司 都不会愿意为了招纳自己 而拿出高额赔偿金 不过幸好 他昔日在公司里口碑不错 曾经的同事 纷纷愿意为他作证 证明罗维作假 这才让他逃过了千万违约金 后来恼羞成怒的罗维 还找来打手袭击 报复成龙 最后在网约的调和下 才让成龙彻底摆脱了罗维 成为了下一个功夫巨星 发掘了李小龙和成龙 但却双双反目成仇 罗维并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 反而继续以恩师自居 到处抹黑这两个人 但他后来指导的电影 再也没有歇世的辉煌 因为他保守起固执 坚持老派的功夫片 难出佳作 那时香港电影政治巅峰 徐克 周星驰 都开创了自己的风格 而曾经创造潮流的罗维 却开始跟风 模仿 譬如徐克拍摄了《倩女幽魂》 他便找王祖贤 吴玛 拍摄了《追日》 美其名曰致敬 今日就是赤裸裸的低成本抄袭 而就在这时 他又遇到了另一块金子 李连杰 当时的李连杰因为拍摄《少林寺》成名 但由于意外受伤 和妻子搬去了美国疗养身体 在美国的他无戏可拍 生活十分窘迫 投胎出生之后为了生气 他决定回香港继续拍电影 而他回归后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与罗维合作的《龙在天涯》 从小习武的李连杰不管是气质 招式 还是基本功 都是同期功夫明星 不能相提并论的 然而罗维还是固守己见的 按照老炮炉拍戏 即使电影中的李连杰表现不错 但是依旧没能翻起什么水花 这时罗维的儿子罗大卫 看到李连杰的闪光之处 他从附近手里撬走了李连杰 将他签约到了佳河旗下 这才有了后来的黄飞红系列 让李连杰成为了右翼功夫巨星 然而罗大卫并没有真心李连杰 当时的李连杰在香港举目无亲 没有背景 佳河恶意苛扣片仇 而罗大卫站在了佳河一边 一起吸李连杰的血 幸好电影投资人蔡子明 找李连杰谈合作时 发现了他的不公待遇 便仗着背后有香港最大帮派 征邀带走了李连杰 并要求佳河按照约定支付片酬 否则就罢演黄飞红2 当时的黄飞红2已经拍摄到一半 不能换人 而且导演徐克 吴指 袁和平 都站在李连杰这边 这才有了佳河的低头 能够合作李小龙 成龙 李连杰三位时代巨星的导演 罗维可能是唯一一个 但他空有一双慧眼 却没有好好创作 早年的成绩被晚年的口碑毁于一旦 1996年 他因为心脏衰竭事实 关于他的评判和争议 也算落下了帷幕 但由于他多年来 在夜内树敌颇多 到至葬礼上 十分的凄凉 而他的儿子受他影响 为人也十分自私 不仅没有在父亲离世时 上演父子情深的剧情 反而急于将他遗留下的财产 全部转移 让无数人为之唏嘘 其实如果罗维带早年 能够对自己的演员慷慨大方 切实地为演员着想 那么他的成就 或许是许多导演都无法企及的 可惜生活没有如果 伯乐虽好 但只会压榨千里马的伯乐 倒不如没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